好 我們看翻譯五個三 翻譯五個三 你看一下這題目 題目說三線行列四 這個給二 然後問你這個給多少 那你觀察一下這兩個題目 這邊 這邊看一下 觀察一下 這兩個的差異性 做法是這樣子 我們想辦法利用那個行列四的運算 想辦法把這九個式子裡面 其中某一行或某一列 變成只剩下那個 A1 B1 A2 A3 或者是 B1 B2 B3 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怎麼做 好 做法這樣知道 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先 你覺得怎麼做可以先利用這個左邊式子 左邊跟旁邊差不多一樣 你覺得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我把這個第三列有沒有 假設我第三行 我把第三行呢 我乘上這個四倍 然後呢就跟第二列第二行合在一起 好 那你看看會得到什麼結果 如果把他乘上四倍跟他合在一起的話 那結果等於等於等於等什麼 好 其他線照相了 3A1加2B1 還有3A2加2B2 然後呢 我跟他合在一起 可以四倍合在一起 就這個 C1 C1是剛好不見了 對不對 好 只剩什麼東西 只剩下這個 9B1 9B2 9B3 然後還有一個 A 跟他合在一起 那這個不好意思 我就稍微把他寫在後面好了 變成了 4A1 4A2 加上 4A3 不好意思 寫太快了 後面他照照 好 這裡一樣照寫 呃 A1 加 B1 加 C1 A2 加 B2 加 C2 A3 加 B3 加 C3 這樣子 好 那當然我先講一下 我建議你要寫小一點 要不然等一下問成不夠 我的寫太大了 好 然後接下來你觀察這個地方 這個很明顯的啦 你看這邊 這裡呢 是 A1 B1 位置數是 A1 B1 這裡是 A1 B1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比如說我可以把這邊 好 比如說我把它乘上了這個 3分之4 然後跟後面合在一起 你聽懂我講什麼嗎 我把這一次呢 乘上3分之4 呃 這樣子好 乘上負3分之4好了 這樣我比較好想 乘上負3分之4 跟後面這一行合在一起 好 那我等到什麼結果 你等到結果會變成了 3A1 3A2 加上2B1 3A2 2B2 3A3 3A2 加上2B3 然後你乘上3分之4之後 剛好這個A跟這個A 可以消掉嗎 因為3乘3分之4等於負4 我們這樣合在一起 只是這邊呢 就要改變一下 所以2乘上3分之4是3分之負8 對不對 然後3分之27 所以合在一起會變成3分之19的B1 所以下面通通一樣 變成3分之19的B2 3分之19的B3 然後後面呢一樣超超 A1 加B1 加C1 A2 加B2 加C2 A3 加B3 加C3 好 後面就好辦了 為什麼知道嗎 我只要有一行 或者是有一列 都是只有單一個位置數的話 就比較快了 好 第一件事情是 你看這邊 3分之9 3分之9 我先把它提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裡只剩誰 B1 B2 B3 對不對 我一定可以把誰 把這個都把它消掉 因為我只要把它 乘上的這個 負2倍 就可以消掉了 對吧 你聽懂我講什麼嗎 我只要把第二行 乘上負2倍之後 我先講一下 我先把3分之19 先提出來 所以裡面只剩下B1 B2 B3 所以我乘上負2之後 跟它合幣就是消掉了 這邊呢 直接怎麼辦 乘上負1就可以了 然後跟它合幣 所以這裡剛好B1 B2 B3消掉了 看懂嗎 然後再來呢 這裡不是有3A1 3A3 3A3嗎 把3提出來就變成3 所以剩誰 這裡只剩下了 A1 A2 A3 這裡呢 只剩下了 B1 B2 B3 這裡呢 就剩下了誰 剩下的是A1加C1 A2加C2 A3加C3 然後結果你發現什麼東西 這個 乘上什麼 負1 這跟它合幣 這個剛好會下掉 對吧 就只剩誰 只剩下C1 C2 C3 所以答案就除完 答案就 3分之19 乘以3 這個呢 就剛好是5一樣的 那個結果 這樣看懂嗎 完全一樣 所以變成乘以2 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就 38 OK 好 這個你剩下